顿牙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想喝一杯父亲泡的咖啡 可结果永次郎却气地直接把桌子撕成了两半 并且永次郎表示 如果想喝到他亲手泡的咖啡办法只有五个 那就是按着他的脑袋逼他去泡 就在刚刚 顿牙像往常一样训练完泡着咖啡 可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直冲他的天灵弹 而这正是范马家族独有的特殊能力 顿牙已经感知到了父亲永次郎的盗难 并且随着永次郎的一步步地靠近 顿牙的感受也愈发的强烈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仅是转身的公主永次郎就已坐在了屋内 顿牙恭敬地将咖啡递给父亲 永次郎没有说话而是端起咖啡一眼而尽 当杯子放下后永次郎开口询问任务 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父子关系吗 被父亲这么一问 顿牙顿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可能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样子 然而永次郎却一眼看出了任牙是在说 既然如此 顿牙也只好坦诚地说出内心的想法 他无时无刻不再害怕自己的父亲 哪怕是一秒钟都没有停止 恐惧 崇拜 敬佩 还有增恨 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吵架 可不是像比赛那样约定好时间和弟弟 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吃产生口感 最终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果从而大大出声 听完任牙的话 永次郎也终于明白了 任牙惊呆了 没想到永次郎发火的理由这么刁钻 吓得他连忙跪在地上给父亲道歉 任牙这顿操作直接给永次郎整个位 看着任牙如此虔诚地道歉 永次郎不禁感慨难道这就是父子子笑吗 可就在永次郎感动之时 任牙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他开始调侃永次郎 如果咖啡真的不好喝 那他又怎么会两口全部喝完 被拆穿的永次郎顿时感觉没了面子 可谁知任牙非但没有停手 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无理的要求 那就是他想喝一次永次郎亲手泡的咖啡 这下永次郎是彻底被激怒 如果任牙能够做到 别说是泡咖啡 就算是让他永次郎做饭也是没有问题 永次郎走后 看着满地的狼疾 任牙竟然感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 顿时一股强烈的屈辱脸上心头 任牙连忙冲出房间对着永次郎喊 第二天任牙将撕烂的桌子重新拼好 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为此任牙将学习了两年半的厨艺全都展现了出来 不出片刻就做好了满满一大桌子的门吃 可突然任牙察觉到立场 回头一看永次郎已经出现在门口 然而任牙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他相信父亲一定会来 观众期待下 地表最强父子饭局终于开始 只见永次郎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随后拿起碗筷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任牙满脸的不敢相信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犯马永次郎了 就在任牙一脸茫然的时候 突然永次郎开口打断了任牙 他向着慈祥的老父亲娘 耐心地教育任牙吃饭的时候不能三心二心 要对眼前的食物充满感激之心 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如此一本正经的教堂 让任牙一时间不知所措 可接着永次郎居然开始关心起任牙的身体 听完父亲的话 任牙甚至都快要哭了 他没想到能够徒手接子弹的猛男 打起筷子来却是如此的优异 自己不懂得诸多理 父亲永次郎却是如此熟练的找 这是任牙第一次因永次郎是自己的父亲 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吃完饭永次郎再次向任牙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刻永次郎不再是什么地表最强生物 他仅仅是任牙的父亲罢 任牙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个请求 那就是想让范马永次郎帮他洗碗 可当任牙回过头时 却惊讶地发现 永次郎已经握紧拳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可令任牙意想不到的是 永次郎竟然提出想要你猜拳的方式 来决定谁来洗碗 既然如此任牙也只好答应 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一门父亲 而感到庆幸的时候 永次郎这老灯却微微一笑 接着永次郎用手指夹住任牙的拳头 然后猛发力 永次郎用手指夹住